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台球一杆似动惊艳众人 或丁俊辉称赞 运动天赋再次被认证 王一博第一次接触台球 居然可以一杆似进洞 这是什么操作 在天天向上最新预告片里 嘉宾有丁俊辉 所以免布了现场就会大秀台球记忆 汪涵突然Q到了王一博 问他会不会玩台球 王一博摇了摇头说不会 但是让人震惊的是 刚刚还在摇头说不会台球的王一博 在第一次的尝试中 便便奇迹般的完成了一杆四球进洞 让现场包括丁俊辉在内的所有人大感意外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运动天才 因为实在是没有预料到 所以在四球进洞的一瞬间 汪涵、前锋、大张伟等人 便兴奋激动地跳了起来 丁俊辉也是不由自主地鼓掌赞叹 反而王一博保持着淡定 在天天向上当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 虽然王一博的主持能力并没有特别的表现 常常会安静乖巧地站在哥哥们的身后 但是由于这档综艺每次都会邀请很多有各种才能的人上台展现 所以王一博会随时被哥哥们要求跟随嘉宾完成各种不同的挑战 他从未拒绝或者排斥 每次都会安静接受 但是结果总会是超出预期 王一博的运动能力尤其亮眼 轮滑、标枪、滑雪、滑板、舞剑、舞蹈、架子鼓、冲浪等等运动都能婉转 他本人舞蹈不用多说 骑摩托车也参加了多个比赛 滑板同样也是他所喜爱的 现在他成为了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也是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运动才能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同时 王一博还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表演过京剧 架子鼓、唱戏、冰雕、画茶、钻火等等技艺 真的可以说涉猎非常广了 这些技能虽然都有难度 但是王一博能够完成挑战 恰恰说明了他的才能与天赋 真不愧是天天兄弟里的才能担当 看到王一博居然展现过这么多的技艺 网友纷纷表示看傻了 羡慕他学东西真快 粉丝也表示 跳舞好的人对身体肌肉有非常好的控制力吧 是天才儿童没错了 更有网友笑称感觉天天向上向他的课外班 学到很多 也成长很多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谈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